在疫情下举办的第二场周选蓄势待发 马六甲警方在三个县区鉴定了16个选战焦点 或可能激烈战况的多角站周选区 列为热点区 4000警力严阵以待监督这场选战 这场选举严防骚乱也要严堵疫情破口 不过由选委会执行的周选标准作业程序 依然没有眉目 连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望珠乃迪坦言 自己也不懂详情 战报队与示威人群当街对峙 警方擒拿示威者 现场烟雾弹四起 这是马六甲州警方为备战甲州选举展开的防暴演习 提明日到15一星期之际 警方已经在三个县区 也就是马六甲中央线、野心线和亚老亚野心 锁定16个地点 整个选举期间 警方不但会延防死守 也为出动航拍机 而应对甲州选举任何突发状况 警方会出动近4000警力备战 包括17支轻刑证报队 以及普通行动部队和联邦后备队 执法人员的假期也一并冻结 不敢有半点松懈 尽管执法方面准备就是 但甲州选举的具体标准作业程式 却八字未有一撇 行动党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邱培栋 今天上午在国会追问此事 掌管国会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都斯里旺朱乃迪也毫无头绪 SOP被制作 oleh KKM dan juga MKN 都被赞给SPR SPR将会发展 尽管甲州选举的明文贵 一定还没出炉 但望珠乃迪补充 选委会的备战工作林林总总 其中包括 未可能确诊或患有疾病的选民 设立医疗帐篷 增设投票渠道 好让选民得以维持肢体距离